她是最早的港姐,嫁千亿富豪,成女强人却被丈夫抛弃。 谈到港姐,大家可能会失望于如今港姐的颜值,真的是一届比一届差。 但是八九十年代选出来的港姐,可是个个都貌美如花啊。 比如李嘉欣,袁永怡,张曼玉等等。 不过她们出来的时候,已经是香港小姐选美巅峰时期了。 其实香港小姐最早在1946年就开始了。 只不过当时选美都比较简陋,所以港姐们的曝光度也不足。 但早在那个时候,就有嫁入豪门的啦。 比如1950年香港小姐冠军刘慧娟,就嫁入豪门了,嫁得还是在香港排名第二的千亿富豪李兆基。 一开始两人的感情还是很好的,她给李兆基生下的三个女儿两个儿子。 据说半山地王麦当劳到36号的慧院豪华大厦,就是以刘慧娟的英文名Evald命名。 不过在两人离婚后,李兆基就将他们之前一起居住的主人套房给了儿子睡,而李兆基就睡客房。 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一点都没有了。 对于富豪跟妻子离婚,一般情况下都是因为富豪移情别恋建议思迁啦。但李兆基不是。 在跟刘慧娟离婚后,李兆基至今都还是单身一人,两人离婚的原因,据说是刘慧娟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女强人导致李兆基受不了。 万万没想到李兆基还如此大拿死主意吗? 看看人家刘慧娟雄虽然风流,但其实他也很热衷于培养女友啊。 吕丽君的高学历就是刘慧娟花钱培养的。 不过,细细八卦一下,发现其实也有刘慧娟的问题。 当时李兆基的产业刚从新红基脱离开来,恒基兆业自立门户。 然后刘慧娟就参业,立志于做女强人的她,在处事方面引起跟她共事的人的不满。 觉得刘慧娟卷狂妄自大,争强好胜。 这也让李兆基苦恼,几次想让刘慧娟退居二线,刘慧娟都不愿意,哪怕李兆基让子女出马劝说,刘慧娟也不回头,最终两人离婚了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后宫干政被打入冷宫啊!离婚后刘慧娟在加拿大低调生活,一心向佛。 在06年儿子李嘉诚跟许子琪结婚时,刘慧娟才路过一面。 虽然许子琪主动贴身照顾婆婆,但感觉刘慧娟在婚礼上还是有点尴尬的。 因为儿子的表情一脸冷漠啊! 但刘慧娟对许子琪还是很满意的,在记者问她对许子琪的看法时,刘慧娟表示。 子琪是一个很乖的女孩,很满意这样的儿媳妇。 之后刘慧娟再次回加拿大,也再次失去踪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